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一年一度的臺北藝術節即將開始 今年依然有很多重量級的演出 在國內作品的部分 有第一次踏進劇場的歌手陳生 還有導演蔡明亮 跟李康生合作的玄奘 以及改編自作家 洛以軍代表作的西夏旅館蝴蝶書 今天影響世界要一一介紹 這些精彩節目 那另外一個節目是那個蔡明亮導演的玄奘 那這個節目是由維也納藝術節部塞爾藝術 台北藝術節跟光州藝術中心共治的 透過跨國共治也讓臺灣成為一出出精彩作品 亞洲甚至是全球巡演的首戰 簡單來講就是好像如果買衣服你 好像那個今年的巴黎的秋裝 在秀的時候就在臺北也辦了 你不是等到人家都秀完了 你才看得到那個衣服 沒有我們跟大家一樣 我想電影也是這樣嘛 我們都是希望爭什麼全球首映在臺灣 同樣被列為國際節目亮點的 還有改編自法國多家 韋科貝勒的同名作品 情色度假村 這個是慕尼黑室內劇院的作品 那慕尼黑室內劇院也是去年被選為 德國最佳劇院 那這個情色度假村的男主角 也因為這齣戲被選為 德語界的最佳男演員 他的戲裡頭用了一個多媒體的 虧視的角度來探討欲望 跟虧視之間的關係 六個國家總計線上十一出作品 策展人耿一偉強調 2014的台北藝術節探索的是 觀看和視覺 今年的主題跟觀看跟視覺比較有關 我們也有像以畫家卡羅為主題的 這個球面弗列達 所以因為我覺得現代人很多的這個 手機的經驗或者是LINE的經驗 都不用語言了都用視覺了 所以今年特別是從視覺這個角度來出發 從視覺角度出發的還有這一齣 來自英國甘尼利雜技團的演出 我們也有非常大眾化的節目 像我們有一個雜技節目叫Smash 叫搞雜了 那它是有點像舞蹈劇場式的雜技 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節目 來自澳洲新瑞編舞加安東尼和密頓的作品 暗黑計畫則是透過街舞的俐落肢體和塗鴉做結合 國內節目則有電影和劇場借重量級導演接力上陣 我們講今天有三個電影導演 成聲是我們的一個重頭戲 就是聲歌的這個跟吳天章這位世界藝術家 還有電影導演黎奇緣 所一起合作的純淺天婦羅 在國內節目中備受矚目的還有 有遊劇場借搞笑拍檔達康達康達康 達康宅配便 橫跨偶戲 多媒體 電影劇場等多元表演型態 二零一四臺北藝術節 要讓所有人看見這個城市的創意能量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臺北藝術節的總監 耿英偉老師 老師你好 惠玲你好 老師我們真的是一年一會 對對對對對 所以時間很快 真的 臺北藝術節今年又再度 回到我們的懷抱 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 藝術節之餘一個城市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每年都看到臺北藝術節 然後每年都要有好多精彩的節目 我想藝術節就是一個 城市的一個創意的精神在表演 我想藝術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或對這個城市來講 就是讓我們大家在這個時候 互相可以交朋友 而且其實從藝術節的這些演出節目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一個城市它的代表性 對 每一個城市 全世界大部分都有 很多城市都有藝術節 我這樣出國幾次 大概全世界大概碰到的同行 大概也就是那麼三十十個 比較重要的 而且有些可能總監做很久了 你會發現每一個城市 他的這個節目的這個策劃的 這個方向內容不太一樣 多少都反映了他們在想這些節目的時候 他們覺得他們的城市的觀眾 到底需要看什麼 所以譬如說紐約的布魯克林音樂節 藝術節跟巴黎的春天藝術節 或者是香港藝術節 或者東京藝術節 或台北藝術節 其實在節目內容上面都不太一樣 那你就會反映了這個城市的特質 比如說譬如新加坡藝術節 比較就好像你都看到什麼Gucci LV全部都是名牌包 那你譬如說如果你看紐約的布魯克林音樂節 你就覺得比較潛味 那我覺得台北藝術節 就比較帶有台北這個城市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有高樓大廈 但是我們有很多那個小巷子 我們有那個可愛的路邊的小麵攤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有很親民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很都市化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們有我們這個城市自己的節奏 對 尤其台北有很多厲害的獨立小書店 是這個城市非常引以為傲的一個城市風光 所以反映到我們今年的節目裡頭 其實我覺得文學性還是台北滿在意的一個 就是文學在我們的這個城市 或我們的這個生活裡頭 其實文學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我們先來看 其實很多文青也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陳生 是 他非常令人驚訝 他今年要第一次踏進劇場 對對對 然後跟吳天章跟一位導演一起合作 李起源 電影導演 對對對 對 他會在舞臺上會是怎麼樣呈現呢 這個戲 如果簡單來講就是說 他是一個更進化版的陳生演唱會 所謂更進化版的意思是說 這個基本上他還是一個有劇場感的演唱會 那他有十二首歌 十二首歌過程裡面 有三首是陳生的性歌 特別為了這個戲而做的 那這十二首歌會把他安排在一個 適當的劇情脈絡裡面 所以是有劇情的 是有劇情的 劇情大概是 劇情大概就是一個 比較酷手版的純交與致命 就這樣想就好了好不好 那實際上就是講一個少女 他晚上睡不著 然後在網路上網拍 然後意外就去拍要買一個假牙 然後他就去跟那個面交 然後拿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碰到一個中年大叔 然後這中年大叔就用這十二首歌 跟他講他轟轟烈烈的這個人生 跟不同女子過去的這個愛情的故事 然後這小女生就因此得到了一種 對启蒙吧 就原來說 原來這就是男人這樣 被刑困了 被刑困了 今次被刑困了 當時被刑困了 不一定是天后的 我都要把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要做的 老师这个剧名就还蛮陈生的 纯情这两个字 对 纯情向来就是很有陈生的风格 他所有的 所有歌曲的目标 在谈一件事就是纯情 就是一个男人很纯情 即使被磅散 那还是没有忘记他的初衷 我想这是所有男性自我认同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其实他日常生活不是这样 但是他也是会解释成说 对 我就是这样 对对对 当初为什么艺术节会找他来演出 最早先找李奇元 那因为他是电影导演 我们就想说 透过他找他合作 然后他就跟我们建议说 找吴天章加一个视觉艺术家 加陈生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配 这个整个组合起来非常的有特色 对 这三个人组合起来 就跟纯情天妇罗的意思是很像 就是有点吸引你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所以我们当然很期待 我觉得艺术节最重要 就是我们很期待 他他最后在舞台上面出现的东西 会超乎我们所有的想象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节的经营 他每年的节目要一直有变化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跟这三个人合作的关系 打开我们跟视觉艺术圈 还有跟流行艺术圈 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其实每一年的节目都会影响到隔年或未来的合作的可能性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我要去跟人家谈明年合作的时候 我就会拿今年的节目给他看 然后我就说你看我们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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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吧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每一年的节目里头 你都能够去想一些新的组合新的可能性 然后去吸引一些原来没有参加过台北艺术节的观众 他们对台北艺术节产生了兴趣 这个作品如果成功了 基本上对于这三个创作者或对陈生来讲 对他的事业是一个新的一个路线或可能性 这样也对于我们以后要去找更多人来参加 那这个台北艺术节的人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在这个艺术节里面发生的事情 可能都很重要 我不能够错过 对所以我们就期待声歌 到时候在舞台上的表现 是达康他们是两个人 那他们会在十二个行政区有免费的表演 在艺术节期间 然后我们就去准备一台巴士 达康会在车上一面讲笑话 一面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典故给大家听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新的观看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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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